为了让战斗机携带更多的燃料 以便执行更长时间的护航和巡逻任务 副游箱 一个长得像香肠一样的吊舱 开始从1930年代后期 出现在了那些经典战机的腹部了 不出意外发明它的又是德国人 他们易于安装和拆卸 也方便飞车随时切换和抛弃 所以就成为迅速发展的 德国空军战斗机和俯虫轰炸机机队的 一项重要的快捷工具了 而事实证明 这个发明在二战最初的几个月里面 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毕竟流空时间的长转和作战距离的远近 就是实打实的战斗力 所以不管是轴型国还是同盟国 都开始把副游箱装上飞机 使其成为一样高效的增程器 好 美国人当然也在用 但是他们不像那帮欧洲人一样死脑筋 这么好用的一个玩意儿 如果只是当成增程器来使用 未免有点太浪费了 要是偶尔能够把它当作武器 或许真的能够见到奇效 于是他们就改变了游戏规则 用挂着副游箱的P-17雷电 低空飞越敌军阵地的上方 并提前将燃料供给选择器 切换到内部游箱 然后看准时机 精确的抛弃掉 里面仍然装着相当数量燃料的副游箱 在迅速拉起后 来个U星转弯 最后重新对准那个正在下落的副游箱 用一串猛烈的机炮射击 点燃其中剩余的燃料 从而把它变成一枚恐怖的燃烧弹 如死神一般倾斜到敌人的头顶上 但是这一招并不总是能够奏效的 尤其是当纸罐子 为了节约暂时紧缺的铝材 而改用木纤维复合材料制成的副游箱 变得流行起来之后 就更难以奏效了 但美国人不肯这么轻易罢休 于是到了二战后期 他们被迫更新了一把自己的副游箱 攻击术 怎么更新的呢 将原本只装燃料的副游箱 里面再加入其他的一些挥发性的易燃物 使他们撞击到地面时呢 自己就能够猛烈的爆炸燃烧了 从而不再需要他们的机炮辅助 是的 这份残忍员看过金刚川的朋友们 一定会更有感受的 最后我们再讲一个轻松一点的故事来作结吧 也是二战 也是副游箱 话说到了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呢 德国人的物资匮乏到了极点 尤其是让战争机器开动的关键 燃料了 有一辆德国坦克兼机车的成员们呢 就发现他们没油了 该怎么办呢 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是这么做的 他们先是在战车里面找到了一些沾满油渍的破布 然后拿到战车后面来点燃这些破布 让他释放出大量的烟雾 自己呢 则隐藏好 等待着 结果不出意外 没多久就飞过来了一架美国的飞机 当他俯冲下来查看时呢 这些德国人突然就从隐蔽的地方拼了命的朝天上开火 于是吓到这名飞行员了 他赶紧就扔下了副游箱转身开溜了 这下子啊自然就给这些德国人送去了大礼了嘛 他们捡起美国人扔下的副游箱 用里面的油加满自己的油 于是德国人的坦克剑机车呢 又可以继续去灭美国人的坦克了 下来